我是牛哥点评 大家应该知道一句俗话 说六月的天像猴子的脸说变就变 这个雷震雨夏天非常的频繁 这个天气是变化多端的 但是今天牛哥不是来跟大家聊气象预报的 今天牛哥继续来聊一聊广西爱情故事 昨天牛哥出了一个视频 说广西爱情故事终于要大结局了 小勇小凤要一刀两断了 因为小勇要回桂林去了 然后今天小勇发的早上八点钟 可能发了第一个视频 在视频里面小勇一蓝绝蓝甩开了小凤的手 小凤当时让小勇留下来 下一句话就是我养你 但是没有这么一个效果 然后小勇甩开了小凤的手 说我们这辈子有缘 但是无份 所以还是在不了 还是不能够在一起 然后大不留心的走上了公路 准备去乘公交车回桂林 但是大家也知道 这个广西爱情故事为什么就是非常的折磨人 就是因为他太反转了 这个明明说好的一件事 小勇呢还这个就是信誓旦旦的说明天一定回桂林 结果呢这个明天呢又成了第二天 今天呢这个小勇呢后来呢这个又原路返回了 他说呢是什么原因呢 是这个因为这个车票没有买好 这个蹩脚的借口啊 真的让牛哥呢非常的恼火啊 这个大家也知道 这个明明知道小勇和小凤很多呢 都是按剧本拍的 但是你来这么一个反转的剧本 太让人感到意外了啊 你也这个有没有拿一点思维逻辑的视频出来呢 对不对 现在小勇和小凤的视频呢 太没有视为逻辑了 今天呢说这样啊 今天呢说往东 结果呢第二天呢往西去了 所以呢就是每个视频啊 这个没有这个连续性啊 没有连贯性 说好了一件事 今天呢又这个就是把它翻过去了啊 今天呢本来要回去 结果呢竟然又回来了 而且呢这个小勇呢还找到小凤 这个小凤说呢 他呢会这个劝说小燕子啊 也就凤姐同意小勇呢加入他们的养鸭团伙 然后呢小勇说呢 你姐姐说留下来要十万块钱合伙入股费啊 我没有那么多钱 我顶多呢能拿一万块钱出来 然后呢小小凤说呢 这个这个没关系包在我身上 我肯定呢会把我姐姐呢 这个思想工作给做通的 然后呢小凤说呢 你留下来呢是最好了 这个反正呢就是在待在这边啊 也有很多的事啊 养鸭子喂鸭子 还有呢就是 还有喂猪 还有呢这个凤姐 他们家呢有十多亩的甘蔗啊 甘蔗叶子呢也要撕下来 反正呢这边青州这边呢 有很多的农伙啊 需要小勇呢一起呢帮忙啊 但是呢小勇呢 大家也知道他前段时间呢 老是不停的说待在青州没意思啊 这个还说呢自己家呢 这个板栗熟了啊 要回家去啊 现在看来呢 这个板栗熟了可能是一个借口啊 啊要是真的板栗熟了 那为什么不回去呢啊 所以呢小勇和小凤的这个视频啊 他们的说话的可信度啊 大大的降低 让广大网友和粉丝们呢 都是感到呢非常的无奈 但是呢又感到呢一丝的愤怒啊 虽然呢大家呢都是他们的粉丝啊 但是呢这么欺骗粉丝啊 实在呢是让人呢 就是感到呢非常的愤怒啊 这个今天呢说一套 明天呢再做一套啊 说表不一啊 还是建议呢小勇和小凤得改一改啊 如果实在是有其中苦衷啊 那也可以在视频里面说出来 千万不要把广大网友和粉丝们呢 当成三岁的小孩来戏耍 对不对 明明说好要回去的 结果今天才过了这个一个小时 就又回来了 对不对 让人呢真的是非常的这个 就是失望啊 非常的失望 然后呢这个小勇呢 今天呢这个还遇到了凤姐 凤姐呢今天呢就非常的不客气啊 说这个小勇啊 我记得你应该今天回去了 怎么又来找小凤了啊 到底回不回啊 小勇说呢买不到车票 然后呢凤姐说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啊 买不到车票 我现在去买到这个青州火车站 就能够买到车票 你还骗我这个买不到车票 然后呢这个凤姐呢 来了一招釜底抽信啊 说你明天如果你再不回桂林啊 你我钱啊 我昨天给你的一千块钱的路费啊 赶紧拿出来啊 我要这个当做你这个养鸭子的技术费啊 其实呢还是凤姐呢有一套啊 这个现在呢 我其实呢是非常支持凤姐啊 向小勇啊 再要一千块钱的 因为小勇呢 他呢是说了谎话啊 说了谎话 明明呢说这个买到车票今天要回去 结果呢又来这个就是大反转啊 又来大反转 然后呢这个凤姐呢 说了这个啊赶紧回啊赶紧回 说这个不待见小勇啊 其实呢大家也知道凤姐呢 其实呢好多次这个对小勇说啊 要么就留在青州好好的干一个大男人啊 这个连个这个保障工作啊 就是也连个这个普通的工作都找不到啊 虽然呢天天拍自媒体也赚钱啊 但是呢在凤姐的野里这样的男人呢 就是不务正业啊 不务正业 凤姐呢也这个两天前的好心的呢 也给他介绍工作啊 就是他在自己啊上班的地方 给他呢找了一个保安兼门卫的工作 但是呢小勇呢好高骛远 这个放不下面子 说三千五百块钱一个月啊 拉他这个然后呢让他丢脸 所以呢不愿意干 其实呢小勇呢真的是有时候呢 真的是这个扶不起的阿斗啊 这个三千五百块钱啊 早上八点晚上五点啊 工作呢很轻松 只要呢对来回车辆这个登记一下啊 还是很轻松的这么一个工作 但是呢小勇呢却拒绝了啊 所以呢凤姐呢对小勇呢 一直呢就是啊这个瞧不起啊 觉得小勇呢他这个人呢就是 这个嘴上说的漂亮啊 但是手里的工作呢却干不好 而且大家也知道 这个小勇小凤 他们虽然呢这个一起在养鸭子的地方啊 但是呢很多的工作 其实呢小勇呢并没有参与啊 小勇呢只是每天呢来小凤这边转一圈 然后拍两个视频呢就回去了啊 这个很多的这种啊辛苦工作 其实呢都是小凤在做的 所以呢这也让这个凤姐呢 觉得小勇呢就是这个是一个投机主义者啊 就是说啊爱摆POSE啊 POSE摆一下然后呢就回去了啊 啊应该来说呢也不是像这种正常的男人啊 就是非常的勤劳啊 小勇呢也有点懒惰的啊 而且呢大家也知道啊 啊这个前两天呢这个凤姐呢到 小勇这个睡觉的这个厕所大小的这个铁皮房里面去视察一下 结果呢发现了小勇呢这个厕所房里面厕所房的铁皮房里面呢 厕所大的铁皮房里面垃圾呢堆满了垃圾啊 地上呢也没有扫干净 这个凤姐呢就很不高兴啊 说这个地方呢就是他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一个地方啊 啊这样一座山土地呢是他们家的 这个铁皮房呢也是他们家的啊 说这个小勇啊要是不回桂林啊就得交房租 这个天下呢没有免费的午餐啊 这个警告小勇不要呢就是老是占别人便宜啊 这个小勇呢现在呢我感觉呢如果不回这个桂林去啊 想在青州继续留下来啊 我感觉呢第一个预见的难题呢就是要交房租啊 当然呢这个房租费呢还是象征意义的交易点啊 200块钱一个月对于小勇来说 可能呢一个视频呢就赚回来了啊 所以呢这笔钱呢啊其实呢也该出啊 大家也知道小勇这个人呢就是啊这个啊不太怎么说呢啊 这个有点呢这个孩子气啊 他呢其实呢有很多地方呢就是没有想得很周到 导致呢凤姐呢对他呢沉浸很深啊 凤姐为什么要收他这个房租费呢 最主要呢就是这个啊想让小勇呢这个变得呢就是勤快起来啊 大家也知道懒惰的人就是这样你不给他一点压力 他就永远呢这个啊原地打转啊小勇呢也是这样一个人 然后呢凤姐呢我感觉呢为什么要拉小勇就是这个鹿骨啊 啊就是一起养鸭子和喂猪 最主要呢不是说他这个想坑小勇的钱 而是呢就是想让小勇啊就是学点技术吧啊 真的是学点技术 大家也知道啊这个凤姐啊和这个小凤啊 他们两个人呢其实呢是一对非常吃苦的啊亲姐妹啊 他们呢在很多地方啊做的工作其实呢比小勇呢要多的多啊 小勇呢虽然能高马大啊但是干活方面还不如这个凤姐和小凤啊 所以说呢这个凤姐呢对小勇呢也是非常的这个鄙视啊 这个啊因为小勇呢自己很多方面啊没有表现的特别出色 反而表现的呢非常的糟糕 比如说呢一米八的个头 竟然呢就是啊一个人扛不了一百斤的这个啊压势量啊 这种种表现啊让这个凤姐呢对小勇呢印象不太好 小勇如果想要继续留在青州追求小凤 我感觉呢这个首先呢要改一改自己这个随口乱说谎的这个习惯啊 千万呢不要去啊拿这种花言巧语啊去哄骗别人 不管呢是哄骗小凤还是哄骗凤姐 他们呢都是很厉害的角色啊 这个小勇呢老是把别人呢当成三岁小孩 啊当成这个傻子来对待啊 其实呢别人并不傻啊 这个只不过呢不想揭穿你的这个啊就是小寂寞而已 所以呢这个小勇想让大家对你就是高看一眼啊 就是不要呢就是把话呢说得很死 前几天呢明明说得很绝啊说这个小凤要是不跟他回桂林的话 立马就走啊再也不回这个青州啊这个烂地方 结果呢昨天的话呢刚刚发过誓 今天呢这个就是就把自己说的话呢 给吃掉了啊食言者肥啊这个不能呢这个今天做一套明天啊 今天说一套明天做一道啊做一套啊表里不一啊 其实其实呢是很不受待见的 第二点呢就是小勇呢要待在青州 一定要呢这个呃要勤劳一点啊什么事情呢都应该抢得去看 这样子呢这个凤姐和小凤呢才会对你刮目下看啊 你才有机会呢能够把小凤呢带到你桂林去 小勇呢天天喊口号说怎么怎么样不把小凤带回桂林 自己呢就要老死在青州啊你没用的啊 这个大家也知道女孩子呢呃爱情啊 有些女孩子呢喜欢钱有些女孩子呢就喜欢啊这个老公呢勤劳一点啊 但是呢偏偏这两亿这两点小勇呢这个都不是很好 小勇呢也没有很多钱啊家里也没有金矿银矿啊 这个小勇呢又有点偷懒啊又有点懒惰 所以说呢这个导致呢三十多岁了还没有这个老婆取上啊 所以呢小勇呢要好好从自己身上找一下原因啊 好了今天的视频 那就拍到这儿了 大家对于小勇啊去啊复得啊 就是说要去桂林 然后呢又回青州了 对于这件事啊大家觉得失望啊 失不失望呢 欢迎大家在本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 麻烦大家长按提到五秒钟给我来一个强烈推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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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